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一節有兩宗有利於特朗普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發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在今天有多個右翼團體和支持特朗普的組織 共同發起了一個名為百萬MAGA大遊行活動 MAGA即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簡社 這句其實就是特朗普的競選口號 讓美國再次強大 這趟遊行真的有100萬人從美國各州 去到華盛頓參與 可見特朗普的支持者 對他的熱情仍然是非常堅定 究竟為什麼他們要選擇華盛頓來搞呢 一來這個正正在所謂的總統腳下 是不是 要支持特朗普 最好就選擇在這一個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 明就是要下那群左翼團體的面 因為在上星期六 那群左翼團體 動員了幾萬人 又去到白宮門口 喝倒彩 然後又在華盛頓的說集會 唱衰特朗普 但是他們只有幾萬人 現在撐特朗普的 就有100萬人 在數字上就已經 完全這樣比下去了 而且 這個數字也是非常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有很多支持拜登 投票給拜登的人 根本上他就不是支持拜登 而是純粹 不妥特朗普的 好了 現在拜登號稱自己當選 他下面的那群牛鬼蛇臣 馬上就發作了 一隻二隻就紛紛地向他科索 比如說這個Black Lives Matter的主腦 就叫做卡洛斯 他就寫了一封公開信 祝賀拜登和賀錦麗當選 當然那封信就沒有那麼簡單 去到尾聲的時候 竟然間公開地跟拜登說 就說 我曾經撐了你 又投入了資源 又動員了選民 現在 我們Black Lives Matter這個運動就需要回報了 問你死了沒有 就是告訴你 你拜登就欠了他們一個人情 除此之外 在民主黨裡面那些 極端的左翼分子 比如說加州的眾議員 就叫做AOC 那個女的眾議員 他就說要發動那些民主黨的支持者 要清算特朗普的粉絲 就說要在社交平台上 夾了這班傢伙 究竟說了什麼支持特朗普 然後 等拜登上台之後 逐個來都可以清算 只是提出這個建議 都不應該 如果真是執行的時候 豈不是把文化大革命 搬過去美國加州上演 由此可見 拜登根本上就沒有任何駕馭的能力 他現在聲稱自己當選 都未曾真是登機 就已經是納納了 那些國方人馬 就已經向他苛索了 讓他上得到台 勉強登到大位 他都只會是輪為一個 跛腳鴨的政府 由上台第一天開始就跛腳了 這個是可以預見到的 當然現在就未曾判決 很多的官司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被拜登做到總統 他都只會是一屆弱勢政府 而且 他就會被各路的 利益勢力 去脅迫 這個是可以預見得到的 好了 到底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這趟百萬人大遊行當中 有什麼的訴求呢 第一件事 他們當然就是要反對蝕國 反對選舉舞弊的行為 還有就是要捍衛公平的選舉 這個訴求也很合理 奇就奇在 那些主流媒體 對於這趟大遊行 報導的篇幅是極少的 甚至乎有些完全是隻字不提的 大家可以去 上他們的網站瀏覽一下就知道 現在有100萬人大遊行 竟然被那些主流媒體冷處理 就算你質疑他們 100萬人有沒有證據 我當打過一半來 50萬人好嗎 打過一節來 10萬人好嗎 10萬人大遊行都值得你去報導 上個星期六 那些左翼團體 連無帶屎也算了 只有幾萬人 已經賣到鋪天蓋地 又說特朗普失民心 特朗普不走就被民眾驅趕 寫這些報導 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人去撐特朗普 你不寫相同的篇幅呢 這些就是政治立場凌駕的客觀事實 所以這次這個100萬人大遊行 另一個的主要訴求 就是對抗那些主流媒體的封殺 在上個星期 竟然間有些媒體 亂按來報消息 就說這一趟的大遊行是取消了 事實上有些主流媒體 是曾經這樣說過的 大家可以找出來的 他們還沒有刪除的 那些報導 你只是在誤導那些讀者 等到那些人15、16 如果想去的都不知道去不去 但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很堅定 就算在主流媒體放流料也好 別人懂得去查 那麼多人出席 所以 這個誤導是失敗了 但是可見 那些主流媒體就欣昭盡出 另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停地冷處理 那些選舉舞弊的指控 只是懂得去報導 拜登已經開展了交接工作 拜登已經開始為他的內閣簡卒 總之就是不斷地 要製造一個既定事實 營造拜登已經是 鐵定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的印象 然後 無非就是要引導 特朗普的支持者 和共和黨的支持者 慢慢地離棄特朗普 使民眾認為特朗普現在所做的事是 輸打贏要 賴死不走 磨爛隻 總之就加強民眾對於特朗普的 負面印象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出來 那奈何的就是現在在互聯網的時代 就不是主流媒體完全打色 如果現在是1980年的話 那特朗普就應該是死了 幸好現在還有一個互聯網 在這一趟的遊行當中 其實也有人提出 在20年前 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戈爾 就曾經在佛羅里達州的法院 就著一些選舉爭議 入品提出訴訟 當時的主流媒體 對戈爾也很客氣 有些人甚至乎 說戈爾 是已經當選 只是時間的問題 有些 又說喬治布殊 到現在都未曾當選 一天的法院未有判決 為什麼當時 就可以有這一套的標準 狠是客觀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20年之後 反而還是倒退了 是不是因為現在 提出訴訟的是特朗普 所以主流媒體 社交平台 就要對他進行全面的封殺 他都說了 到現在這一刻 還是現任的總統 一個現任的總統 他去發表講話的時候 你又只是腰斬他說的話 這些是成何體統 是不是 所以 人家有那麼多人 走出來大遊行 不僅是 純粹撐特朗普 那麼簡單 而且大家看到 那些選舉 舞弊行為 又那麼猖獗 而且 主流媒體 偏袒 那麼厲害 大家看在眼裡 都覺得 是不公道 是不是 所以 真是難怪有那麼多人 是出席遊行的 至於第二宗有利於特朗普的消息是什麼呢 在說下去之前 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第二宗有利於他的消息 就是在加州那裏出現的 加州有兩名民主黨籍的州議員 入品控告的加州州長劉森 告他什麼呢 原來劉森 在這個大選之前 竟然間就簽署了一道的行政命令 就決定向所有加州已經登記了的選民 發出郵寄選票 好了 那麼最後 這個加州薩特縣的高等法院法官就裁定了 這個加州州長劉森所做的行為是屬於月權的 而且法官還頒令 禁止這個州長劉森 再次根據加州緊急服務法 來更改任何的言行法律 其實這個法官的判決是公正的 不是因為這個判決有利於特朗普 我說他公正 而是這個扭心 事實上你簽的行政命令 就是繞過了立法機關去為所欲為 你為什麼要 簽行政命令 向所有已登記選民發選票 如果那些選民他真的主動提出要郵寄選票或者提前投票 那就沒辦法了 這個是法律規定了他可以有這樣的權利 來做的 但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可能越左代跑 別人未要求的時候你已經主動送上門了 而且你是向所有的選民都寄 大家都會意會得到 越多的郵寄選票就越容易出現 變武蔽行為的 越容易出現造假造票的行為 這間市是人都寄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借著這個行為 來進行你的選舉操作 是不是想意圖影響大選的結果 難免會令人有這樣的想像 你為什麼不讓別人主動要求你才寄 所以這個法官的判決是對的 就不要讓他這樣做 雖然這一趟的判決就沒有影響到點票結果 但是來講都是一個很開始 起碼陸續有些官司真的判得到 喂 入稟了法院之後是會贏的 是不是 起碼就是 那個司法制度沒有傾斜 是可以反映到這件事 當然 現在這些小一點的就判 特朗普那邊是贏的 但是 如果是那些大事情就怎麼樣 其實都很難說 老實說我都擔心 究竟美國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穩健 我想沒有人能夠說得準 喂 比如說有些大的案件 究竟那些法官會不會在 審訊之前就已經駁回了 都不讓他入稟 又或者就算讓他入稟 究竟判決是否真正能夠彰顯得到公義 那就真的正如特朗普所說 時間是會說明一切 好 這一節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字幕關注